《十大元帅》 《十大元帅》 《十二十军》以及夜挺的二十四师有些不对劲 七月二十日在庐山制定了以开会名义 又骗贺龙和夜挺上山 并对贺龙、夜挺部队强行缴械的计谋 当时同在庐山 作为中共秘密党员的夜剑营 从第四军军长黄岐翔口中 知道了这一毒解后 当机立断连夜下山 找到了夜挺与贺龙 随后三人以划船为名 决定拒绝接受下 关掉令 不上庐山 夜挺和贺龙最终决定 带着队伍 直接前往南昌参加起义 夜剑营的这次当机立断 不但完成了贺龙和夜挺的生命 更是让南昌起义得以顺利执行 1935年红军长征在冒公会之后 张国道仗着自己红四方面军枪多人多 反对继续北上建立闪肝根据地 公开闹独立 9月9日张国道更是给前敌 冯指挥部政委陈昌浩 发去密电要求他南下 彻底开展大内斗争 若知迷不误 坚持北上 则以努力解决之 这封密电正好落到了 担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夜剑营的手里 夜剑营在得到这封密电后 不动声色地悄悄地出门后 非跑着去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在接到夜剑营的报告后 当即决定中央机关马上转移 正是因为夜剑营的及时报告 才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得以脱离险境 以至于在1971年毛主席南巡 石寒摸着自己的脑袋表示 夜剑营同志关键时刻 施立了大功的 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 他救了党 救了红军 救了我们这些人 1976年毛主席逝世 四人帮的解决问题日益紧迫 四人帮也加紧了自己抢班夺权的步伐 而当时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已经被打倒 当时身为党中央副助席 中央军委副助席 国防部长的叶剑营 一直在冷静思考如何彻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叶剑营利用各种机会 秘密约见了一些老同志 商量对策并要求诉讼宋石伦等人掌握军队共享 防止意外事件发生 启任国家主席的华国锋 对叶剑营一直十分信任和敬重 他也觉得解决四人帮问题 只有叶剑营出面才能稳定大局 最终叶剑营 华国锋 汪东兴经过密会 确定了利用适当时机 以开会为名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 隔离审查 1976年10月6日 中南海怀仁堂 一生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的中国第一参谋长 在这里亲自指挥了管 呼整个国家民族命运的一场大戏 将四人帮一伙西数拿下 在随后叶剑营更是一手力挺了邓小平的付出 叶剑营正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上的几次重要决定 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历史道路 可以说是让中国历史进程 从而得以波云渐日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悯渐日